我们接着来讲一下 网络侵权责任 网络侵权责任 按照侵害对象 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型 第一个是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人身权益的侵权责任 第二类是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财产权益的侵权责任 第三类是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 是规定在著作权法上 是指以有限或者无限的方式 向公众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 获得作品的权利 侵权责任法在第36条 对网络侵权责任进行的一般性的规定 其中第一款规定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 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款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 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 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 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 接到通知后 为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大家注意 这里规定的是 就损害的扩大部分 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款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 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 侵害他人民是权益的 为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这就是我们国家 侵权责任法上 对网络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定 大家可以在民事案件有规定中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去查看一下相关司法实物的情况 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做出了相关规定 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多个问题的规定 法是2012月20号 该司法解释 对信息网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 也特别地对信息网络传播权 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 是指以有限或者无限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 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 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 地点获得作品 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这一规定呢 比著作权法规定的略为具体一些 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侵害网络信息传播权的侵权责任中 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帮助和教唆侵权责任 各位同学还记得 我们在讲书人侵权的时候 谈到了侵权责任法第九条 是关于帮助教唆侵权责任的一般性的规定 那么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责任中 有一些是基于主观上的明知或者因知 特殊的帮助教唆侵权责任 比如说规定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司法解释第七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提供网络服务时 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人 人民法院应当判定其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 推介技术支持 奖励积分等方式 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 教唆侵权行为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因知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 侵害信息网传播权的 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 必要措施的 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 帮助行为 在该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 来确定时 弃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 包括对网络用户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 明知或者因知 大家注意 这既包括明知 也包括因知 网络服务提供者 未对网络用户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 主动进行审查的 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 就具有过错 所以实际上免除了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 主动审查义务 另外 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 以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 仍难以发现 网络用户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 人民法院也应当认定其 不具有过错 这也是一个技术中立的考虑 即已经采取了 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的 仍然无法发现的 是没有过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人身权益的侵权责任 这是我国主办法院 颁布的另一个司法解释 主办法院 关于审理 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人身权益 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事2014第11号 该司法解释的第一条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 民事纠纷案件 是指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 名称权 名誉权 荣誉权 肖像权 隐私权 等人身权益 引起的纠纷案件 各位同学看到了 这个司法解释和前一个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司法解释不一样 他们所规范的 民事权利类型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谈到了 这个司法解释 它主要是针对人格权的 对于侵害人格权的 网络侵权行为 该司法解释规定 人民法院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 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 是否应当知道 应当综合考虑下的因素 第一 网络服务提供者 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 对侵权的网络信息 以推荐 排名 选择 编辑 整理 修改等方式 做出处理 第二 网络服务提供者 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 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 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 可能性大小 第三 该网络信息侵害 人生权益的类型 及其明显程度 第四 该网络信息的 社会影响程度 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 第五 网络服务提供者 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 技术可能性 及其是否采取了 相应的合理措施 第六 网络服务提供者 是否针对 同一网络用户的 重复的侵权行为 或者同一侵权行为 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第七 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大家会看到 这对于互联网 相当发达的中国来讲 对于知道的判断 是非常细致的 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 全类似 在利用互联网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 承担连累责任情形 比如说 雇佣 组织 教唆 或者帮助 他人发布 转发 网络信息 进而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 应该承担连累责任 对于互联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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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